嗨,大家好,上节课我们有讲到影响ASO优化效果的十大因素 那么本节课将通过以下三点来具体的讲一下 ASO关键词的挑选以及优化的目的和方式 最后推荐一些ASO优化常用的工具 那么本节课的目标便是了解如何挑选关键词 以及对关键词优化的方法有一定的认知 接下来我们来看关键词的挑选 如何挑选关键词都是一件让大家头疼的问题 接下来将从以下三个纬度来帮大家扩展一下思路 第一个便是匹配度 匹配度指的是和产品有关联的词 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与产品名称相关的词 与产品物妖人群相关的词 与产品业务层面相关的词 以及产品一些竞品的关键词 那么高匹配的关键词能够实现更加有效的转化性 从这四点入手能够帮助我们在后期做一些关键词的筛选时 提供更多的选择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些头脑风暴 那么第二点是竞争度 竞争度指的是某一个特定的关键词的竞争激烈程度 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来导致 第一个是一个领域里面肯定会出现很多款同样的APP 那么就注定这个词大家都会用 这些产品导致了这个词很热 所以这而来就带来了一定的竞争度 第二点是自家的产品和别人家的产品 在某一个关键词上面的排名竞争 大家都想在这个词上面有一个较高的排名 这也是竞争 那么这两点的区别便是低一点的影响 会让某一个词热起来 从而带来竞争的可能性 那么第二点更多的是一些人为的竞争 每个人所投入的成本越高词越热 竞争也就不断的会变大 第三点热度 热度指的是搜索中被搜索次数最多的词 那么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那么热度一定要与自家产品有很强的关联性 第二点是热词很高的这样的关键词 需要排在自家的产品可以排在前面 第三点是要查看分析这个词的热度时 建议大家以ASO指数来评估现在 就是通过ASO100这样的工具来看现在的热度 并且要用百度指数来预估一下未来 以及看一下他们之前的一些数据 我们要避免就是在一个被人为常起来的词上面 投入太多的成本 这样会导致我们在后期看效果的时候得无偿失 那么这里以自家的产品为例 给大家举例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WiFi密探是我们产品的名称 那么与名称相关的词就有WiFi密码 该词的竞争度是2136指的是搜索这个词之后会有2136个产品 热度是6265指的是这个词在APP词道搜索的热度 后面依次累推都是这个意思 通过这个表格大家可以把自己想到的词输入到里面 并且通过记录 我们可以通过热度和竞争度这两个指标来进行筛选 如果自己想到的词不够多 那么可以单独再练一个表格来分析一下竞品的关键词 在这里我为了方便请求把它们合在了一起 明白了关键词如何做挑选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SO优化的目的原理和方式 ASO优化的目的便是前面有讲到 那巨大的流量我们都知道是在分类这个搜索这个分类下 那么优化的目的便是提高自家产品 在用户搜索某关键词之后的排名 那么如果想提高关键词的排名 就是这个过程就是用户累加搜索某一个关键词 下载安装使用的过程 举一个简单通俗的例子 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长得很漂亮 那么这就代表这个关键词的热度 如果说你想要追到她 至少每天你需要不断的去联系她 那么这样才能促进两人之间的感情 最后在一起 那么你不断的去联系她的过程 其实是就是用户在不断的通过这个词 来搜索使用自己家产品的一个过程 优化的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击刷 而又称技术流 指的是通过服务器来控制iTunes 不断的切换账号和对应的IP 完成相应的操作任务 击刷的操作又分为两种 由于技术不同而做一些区分 一种是有下载购买行为 这些数据会在苹果的ITC后台有记录 另外一种是搜索点击 但不造成下载购买行为 ITC后台并没有记录 前者被苹果查处的风险更大一些 后者基本没有 目前业内做ASOU全套技术刷的都属于后者 更加安全一些 那么冲板的话主要采用前者 所以风险更大 当然实际的操作原因要比这 我所讲的要复杂的多 这里只是简述原理 让大家做一个区分 第二是真技术 指的是通过真实的苹果设备 去完成相应的操作任务 这种情况下也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一台设备 只完成一次操作任务 不进行抹击 另外一种是一台设备 在抹击的状态下 重复的进行任务操作 后者因为会进行重复操作 对应的产品的手机串号 和IP参数容易被苹果记录 大批这样的量也会被苹果判定为假量 也就有一些虚假推广之嫌 可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当前情况下 传统的机风墙很多就是后者来的真机量 第三种机风墙刷 机风墙封为传统机风墙和微信机风墙 传统机风墙是嵌在应用的内部提供用户下载赚取机风的一种模式 可控性比较差 微信机风墙则是利用微信公众号或者H5开发平台来发展自己的用户 用户完成相应的任务可获得对应的现金奖励 可控性比较高 那么综上所述 无论是采取哪种形式 最终效果受的都是受APPID影响 也就是苹果账号来影响 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操作苹果账号实现了定向行为 从而达到一个定向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账号具有一定的唯一性 也就是说同一个账号对同一个产品的操作只有一次效果 后续的其他操作就没有效果 所以说关于渠道的选择 一方面要看技术的水平 另外一方面也要注重渠道用户的质量 这影响了最终的优化权重和效果 这边有一个案例 讲的是苹果的审划力度越来越严格 在今年的8月5号 我们可以通过ASO100这个截图来看到 当天被下架的产品超过12000多个 这样大规模下架的现象在今年越来越频繁 并且这其中就包括了之前的美团 以及在这一天当中 今日头条旗下的21款APP 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 正常情况下 苹果下架产品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种是把产品受到一些侵权 第二是违规接入了第三方的支付 第三种是有一些虚假推广 第四种是严重的涉黄涉暴 第一种是从这大规模的诱导行为 比如说诱导用户去下载评论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涉及到重要的事件 苹果都会事先对挑发者通过邮件的形式来进行沟通 而非直接采取行动 但是就现在而言 无论是头条还是我们都还在猜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头条正在通过一些邮件以及其他方式和苹果进行这些积极的沟通 这一方面表明苹果的惩罚越来越严格 另外一方面也在告诫我们 苹果的规则是永远琢磨不定的 尤其是当这个行业乱象重生 然后大家开始追名逐利的现状越来越明显时 我们更应该回到产品的本身来思考一些问题 接下来讲一些关于ASO优化的工具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些 我个人比较常用的是ASO100 然后它的基础功能有实时热搜 可以常看到当前最热的热词搜索 用来辅助做关键词的挑选 第二是搜索指数排行 按照分类对高频关键词进行了搜索指数的排行 可以看到每个分类下搜索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以及对应搜索数量 即排名第一的产品 第三是ASO优化助手 在设置英文名称和关键词时 可以用来检测是否超过苹果规定的字符 核心功能里面有实时的排名 就可以根据日期来看到产品 在分类下面的一些排名情况 关键词ASO最为点 功能不仅可以看到已经覆盖了关键词数量 并且还可以看到出现在套补时的数量 我们可以根据每一次的实时变化情况 包括排名搜索结果搜索指数 来判断当前的一些效果 最后一个竞品的对比 这样边可以看到我们优化前后和竞争对手的一些差距 推荐流的话 综合来说这是一款很不错的ASO优化辅助工具 免费注册可以使用 而且数据更新的也比较快 集合了很多的功能 第二个推荐的是产大师 产大师的基础功能里面 同样的包括了前面ASO所讲到的一些功能 然后呢也可以看到APPS到分类下 对应的一些热词和产品 比较曝出的是一个功能点 是它支持一些安卓市场的数据 包括了一些排名下载量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可以给我们做安卓市场 一些参考价值 核心功能里面有关键词的诊断助手 关键词的优化助手 关键词的推荐工具 然后对于当前只对VIP用户开放使用 对于一个ASO的初学者而言 关键词的诊断助手 还是可以较清晰的指出 当前还需要优化的一些优劣点 同时安卓市场数据 然后可以给大家提供那些简单的参考 第三个工具是应用雷达 应用雷达为APP推广 然后提供了一个比较全方位的数据支持 它收录的数据超过200万 然后排名数据和追踪查询都是可以做到的 同时它同步了APS到应用市场的APP搜索 并且有超过50万热词全历史的跟踪支持 那么它整个一套的数据支持会让整个的推广效果更好 现在然后应用雷达使用的频率会比较少一些 但是当我们需要查看一些数据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使用应用雷达来做一些参考 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关键词的挑选如何来做 最理想的状态便是找到匹配度高 竞争度低 热度高的关键词 然后关键词的优化的目的是提高自家产品 在用户搜索某关键词之后的排名 那么今天的作业便是基于对关键词挑选的方式的理解 试着用ASO优化工具挑选一版自家的产品的关键词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